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挺好 然后我觉得 您这个电影里面 它讲到一个扮演警察这个角色 这么一件事 然后您觉得这个人 他本身还有这个社会 本身强加给人的那些社会角色 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采访和被采访 或者是任何的一种角色 在不同的时候对角色转换 但是都是不得已的 和您影片当中这个人 他自己去特意的扮演一个角色 这之间有什么关系 他会不会有那种 就是我扮演的角色 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中 不得不去做的一些角色的 一种反抗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种感觉 其实这个角色应该大家都有经验 因为 其实我想讲的是说 这个时代发展出来 长大的小孩很辛苦 压力很大 因为国际化了 全球化了 所以竞争者变多了 从原本是在自己国家 自己城市的竞争者 同辈子的竞争者 变成一系列 变成全球60亿人口 都在竞争相同的位置 那他当然是有变成说 人跟人之间他冷漠了 以前我小时候住的地方 可能跟隔壁的邻居什么 哇大家借酱油 或是大神来大神去 没有很开心 可是现在我家住的是 联合室的住宅 就是一栋一栋 然后可能一小城里面 有好几户人家 问题是根本不来往 你根本不知道 门都是关 小时候可能家里门都是开 你根本不知道 对面住的是谁 所以你透过 你对这社会认识 透过电视 透过电影 透过网路 特别是现在是网路 然后在网路上 你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 网路上 网路上 我有一个化名 我就可以任意地批评别人 我把这东西实相化 就是说 这个人他在 他在社会上是不行的 他被老板骂 他被 他没有女朋友 他交不到女朋友 他被人家看不起 结果 不小心 穿上了制服以后 人家以为 大家都向他敬礼 对大家都向他敬礼 或者说 因为制服是一个符号 一个权威 每个人看到警察 看到公安 不由自主 会想要避开 或什么 他忽然之间换个身份 他自己 莫名其妙 那在这边有什么 对荷兰和露特丹 有什么印象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来 我前四天待在露特丹 去了比利时 然后去了几个地方 觉得是个文化是很扎实的一个城市 欧洲是个文化很扎实的一个地方 因为建筑物 我以前念美术的时候 光看 书本上念这些建筑物 突然之间都在你眼前 非常震撼 对对对对 然后去了泛国美术馆 哇看到泛国的成绩也是非常震撼 这么大一幅 跟你书上看的完全不一样 书上看是没什么感 照片上是没 而且在那个建筑观察会会很不一样 对对对 看到那个油画的那个颜色的那个质感 对对对对对 所以建筑物也是 建筑物是非常吓人的 就是哇 这是教堂 这个历史建筑 就知道他为什么 那个大家都信那个 对 然后来到露特丹 就是结安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个高度发展 然后它的建筑比较不一样 比较新 对比较现代一点 但是他转间小巷里面又看到一个属于历史建筑 而是有设计感的一个公寓 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震撼来欧洲 可能会对之后创作会有更多想法 对对 难怪人家说你搞创作你要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各有各种各样的经历 对对对对 这次很有很棒的经验 对虽然我这一次不是金赛片 但是我相信我下一次应该想办法 想尽办法 那以后您片子还是会拍到的就是比较好玩这种 因为其实台湾的影片在早期通常是社会解释 或是一个比较关注历史的这个 原住民啊 或者比较文艺的啊 然后节奏比较慢 一些大陆移民就这种话题 对 可是我们是NV网路的时代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 我要看一个片子 首先题材或是一些画面不吸引我 我就没有办法看下去 除非是为了研究这位导演那种不得不 那所以说我自己拍的片子我也希望观众不要 首先我自己不喜欢闷 所以我希望观众不闷 所以只要题材有趣或是接下来就是我想象的手法 接下来就是因为影响 也受了很多大量漫画的影响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属于我们这世代的 共同符号出现 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今天就谢谢您跟我们在这交流关于您的这个短片的这些背景啊 还有故事啊 然后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赖梦杰导演 然后希望期待您以后更多更好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梦杰导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梦杰导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梦杰导演